嗨,大家好,我是漆二娃 今天呢,我爸妈他们出去帮别人讨干子去了 中午呢,就叫他们,嗯,就是主人家吃饭 所以呢,他们今天就不回来了 然后今天我就一个人在家 我就准备讨一点我们家的瓜鱼 就是植物大山里面,植物大山江市里面的窝瓜 讨来炒个菜 今天我们就吃这个菜就行了 这里有三个 嘿 哦,全部掉了 哇,这里还有一个 哎呀,接住了 这里还有 哎,咋弄不下来呢 啊,下来了 好啦,现在我准备了适量的 呃,瓜鱼 然后准备了一块 呃,好的,好的,煮好的回归肉 因为家里面没有找到生肉 然后,几个泡海椒 呃,一把蒜 然后,里面有姜的可以 呃,再准备点姜 因为我家实在是没找到姜 好啦,现在我把它切成丝丝 这个是要去盒的哟,它里面有盒 因为这个瓜比较嫩嘛,所以说我们不用 不用去皮 哎,这冬天难得我手都没了 切东西都不得劲了 干旧吧 我为什么要切这个猪油呢 因为这个瓜里必须要用猪油煎的才香 干旧 清油的话就没得最好,不心底糕 蒸了呀 好啦,现在准备开干了 周里 开掉了 咬一点点 咬一点青油 让它下锅 一点点就行了 然后再把这个猪油放下去 好了,现在差不多了 好了,现在差不多了 然后再加点豆瓣 摘一点点就行了,好多颜色 好啦,可以起锅了 好啦,现在我这个瓜已经炒好了 嗯,脆身真的还真好吃 这个瓜一定要多炒一会,不然它不会熟的 必须要多炒一会 嗯 虽然脉象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瓜是真的美味啊 它就是那种很脆很甜 你做的,你做的时间 就是你炒它,你必须要炒久一点 不能就是下锅就起来 这个必须要炒久一点 它才会好 生的不能吃的 这个油渣特别的香 炸出来真的特别的香 然后加上这个瓜鱼 就更香了 再加上一口饭 好了,我吃完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哦,拜拜